你起落落落回路 声声是诗读众生 声音天是诗语 大宠领银行 接下来请收看吴迪如是说 二 空性之意 阿底侠尊者 问 对于一个证悟者来说 仅仅依靠空性的见解和修持 就能成佛吗 答 一如是 一切显现和所有因生 没有不是从自心产生的 心体就是明空觉性 正物觉空无二 就是见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过耻 就是修持 犹如幻化般状态之中 积累二种资量 就是行为 二 现在若能对自己的见 修 行 有所觉受 则在梦中也能够行持 若梦中能够行持 则临终时能够行持 若梦中时能够行持 则中音时也能够行持 便决定能获得 获得殊胜席地 找人的讯早已 不停留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重蹲發尊者》 問 怎樣理解二種無我的含義呢 《重蹲發尊者》 從頭頂到腳底 用心觀察卻尋找不到一個所謂我的法 這就叫人無我 二 正在尋找的意識 其本身也如有自信 能如是證物 這就叫法無我 《重蹲發尊者》 關於獲得佛陀果位的殊勝教宴 一 最初應該反覆思維人生無常 因果不虛的道理 二 嚴守自己所承諾的一切戒律與誓言 再三休息慈愛與悲心 三 為了堅定自己的菩提心 千方百祭地積累二種資料 四 以各種善巧方便進出業障 以證物一切法三輪提空 四 以各種善巧方便進出業障 五 射受一切善根 共同迴向於一切友情 獲得圓滿大菩提故會 六 如果能這樣的話 就不用為沒有見到阿底霞尊者 而傷心 若要成就佛位 除此之外 沒有其他法可修 後學者也不用因為沒有見到重老汗而沮喪 問 如果不離慈悲 及慈悲 和菩提心 這是不是直接或間接產生利他之音呢 重噸巴回答 一 這不但是產生圓滿利他之音 也是重噸巴回答 自然而然自然而然產生自立之音 自然而然產生自立之音 絕對不可能墮入三樓去 此人現在就可以說是不會轉無上 三 如果前世 或是造了極其深重的罪業 或者今生遇見特殊的惡緣 雖然也有墮入惡趣的可能性 然而僅僅意念一刹那 慈悲及菩提心便可當即解脫彼恶趣 並獲得人天善趣殊聖果報 因此慈悲及菩提心 乃承辦自他二弟之一頁 乃承辦自他二弟之一頁 內問瓦格西 一 若有對怨敵仇恨之心 不能成佛故 對一切友情當官父母下 若有對怨敵仇恨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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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徹底 thank you 對鄉的執著不能成佛故 對一切友情當官本遵享 三 對鄉的執著不能成佛故 应当了知一切友情 兼为平等法界苦心 朗日唐八格西 一 他人的相续 别人不能揣测 故对任何人也不能做诽谤 佛陀宣讲的一切道法 都有必要顾 对佛法不要有弦烈之分别 大乘行者所作除利益又情外 无有他法 故对替他发起兼顾的誓愿 3.在自己没有成就之前 不能度化他人故 以至近处精勤修行 下热瓦格西 1.女人乃一切烦恼之根本 故不依止其防 2.饮酒 那一切烦恼之根本故 2.恿不依止其喻 不依止其喻 不依止其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光打坐 研究 这是基本 终点呢 是要去实践 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放生 摆鱼 放到大海好快乐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那那些要被屠杀的众生我们要救啊 比如说牛啊 羊啊 猪啊 鸡啊 那救了还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要成立护生园区 要有土地 要找很多人 要有建筑 所以希望各位呢 也不断地关心这些 中华护生协会就一直在推广这些 在台湾将近20个地方 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 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 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 是猪啊 是鸡啊 但是它们也是我们的父母 更重要的 我们四个护生园区是专门养狗的 至少有三千多只的流浪狗 但是各位 流浪狗更需要大家关心 所以希望各位 多赚一点钱 多护持护生园区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多救这些即将被屠杀的牛浪狗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沪鸣 台湾救狗协会 有一天梦 微信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 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杯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结水可以很轻松 小偷 拖击口 拖地汤 Máscara Mão rela em mim Lava a mão UÊ Ganapatigunhavamahekavimkavinamupamashravastamam JeshtarajamBrahmanam Brahmanaspataanashrumpanutibhishidasadanam OmnamoBhagavateRudrayam 阿湛陀石窟的壁画 是印度古代壁画的主要代表 早期的壁画最古 第九古《乾壁残记》中 会有佛陀传和佛本身故事 第石窟的右壁 会有梭木、右雅百相本身 和礼拜菩提树等 佛教题材的壁画 推测約座于公元前世纪 此期壁画的构图 大多为横幅长条线 所表现的人物和生活场面 与约公元前二世纪的帕鲁德、桑奇大塔等 十颗佛教以及相似 阿湛陀中西的壁画 更为辉煌转换、精美绝论 当时正值几多王朝与古典主义文化的皇前世代 佛教美术也达到了定神奇音 创造了大量极多诗的雕刻绘画 随着古风艺术 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 画面构图更为与中国 往往一面墙壁被一个场景所沾满 布局紧凑和写 此外 第十六窟中佛教护士中的 《南陀皈依》 《神卫城显大神通》和《善生施舌》等 也都十分精彩 例如第十六窟《南陀皈依》中 《南陀皈依》中 《南陀》与妻子孙德利分离的部分 充分展映了艺术家对于人物内心刻画的成功 《南陀皈依》 又第十七窟 太子与嫔妃劝九徒 即尽宴晚之情状 顶窗会视的侍女 和门外众多的美女 都疯姿错月艳丽龙人 此时期各顾的前廊、天井和列柱 所存的装饰壁画也都设计奇妙 想象丰富、色泽鲜艳、对比强烈 如卷云、曼草、莲花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 阿湛图晚期的壁画 基本属于七世纪前后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1、2两窟 保留比较完整 为阿湛图壁画艺术最神奇的一座 第1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结教堂 最入名的是持清廉菩萨像 妙像庄严、头戴宝宦、肌肉、云秤 库内潜壁的波士世界来潮图 则反映了印度和波士聘文通好的场面 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绘画风格也受到伊朗美术的影响 第二窟时代最晚 其前廊壁上与枣井等处都有壁画 壁画和雕刻中的人物 独王、独王、后、太子、宫女、武士、平民 所表现的不同生活 以及佛菩萨、天女、以丘所表现的不同神态 在造型上我能传出内心情感、刻画神动 发沾佗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 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 而且对于东方国教所曾传播的国家和地区 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中国墨高谷的壁画 日本法龙寺的壁画 还有斯里兰卡习吉林业的壁画 都与之遥想无印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